向远和徐燕石被德维林公司偷偷参加了恒星组织的比赛 两人被公司内部人员举报 徐燕石和向远处境危险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徐燕石并没有打算参加这个比赛 毕竟说实话 他之前也参加过这个比赛 可是因为自己是维林的员工 被主办方故意针对 总是拿不到名次 只能陪跑 但这次参赛是向远提起的 向远离开爷爷后 答应了爷爷要经济独立 奈何向远的工资真的满足不了他的日常开支 他有一堆组员要养 还有很多工作中的地方需要他贴钱 所以一来二去 向远便把主意打到了这次比赛上面 徐燕石告诉向远 如果用公司名义参赛的话 肯定拿不到名次 两人便想着用另一个公司的名义参赛 徐燕石知道公司不允许他们私自参加恒星的比赛 可是为了向远 徐燕石还是选择了参赛 他知道向远不懂技术 想要取得名字简直难如登天 唯一的办法就是他和向远一起参加 只是天不遂人愿 两人参赛的事情被公司发现 徐燕石和向远沦为重视之地 向远为了保护徐燕石 选择了主动站出来 一 徐燕石多年前因为父亲欠债一事 被迫加入了伟林 从事陷入了人生低谷期 大学即将毕业时 徐燕石已经拿到了不少满意的offer 其中恒星更是破格路用了徐燕石 但因为是有的玩闹 徐燕石被动卷进了官司 维林的陈山一直诉状将徐燕石和其同伴三人告上了法庭 徐燕石需要筹措大概150万的资金 好不容易在老师帮助下借到了钱 但徐燕石的父亲却把钱拿走了 徐燕石没有责怪父亲 他知道父亲也有自己的难处 为了不牵连他人 徐燕石最终答应了陈山的要求 去到了维林公司 放弃了自己的大好前途 在维林这几年徐燕石也想过要好好努力 有一天可以调去总部工作 可是公司内的关系户却多次夺走了徐燕石的机会 让他只能原地踏步 久而久之 强大如徐燕石也只能被迫接受了这个现实 二 向元为拯救维林 来到了徐燕石工作的地方 该说不说 徐燕石虽然运气不好 没能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工作 可是如果不是因为陈山 他也没有机会再次遇见向元 向元来到维林的墓地 徐燕石并不知道 可他知道自己这次绝对不能再错过向元了 高中时 他不告而别离开了向元所在的城市 后来读大学了 跟向元网恋了一年 在即将见面时 徐燕石再次放弃了跟向元重逢的机会 他被家里的债务压了很长一段时间 现在工作了几年 徐燕石即将还清债务 也终于有了追回向元的勇气 只是这一次向元打定了主意不再跟徐燕石有任何关系 他拒绝了徐燕石的追求 徐燕石没有放弃 而是一直在用各种方式守护向元 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追欺活葬场吧 三 徐燕石因为向元陷入危机 向元霸气护肤 向元跟徐燕石重逢后 依然忘不了徐燕石当年对自己的绝情 他依然不相信爱情 而且陈山跟徐燕石的关系暧昧不清 也让向元非常的抵触徐燕石的追求 可是到底他来维林的这些日子里 只有徐燕石在护着他 所以他的心早已已经开始动摇了 只是迫于一些误会 向元一直不敢正视自己对徐燕石的感情 这次陪着自己参赛 向元再次感觉到了徐燕石对自己的好 只是刚回到公司 向元便发现 自己和徐燕石参赛的事情被人举报 向元自己倒是不在意 可是他不能允许徐燕石被人诬陷 于是向元霸气护肤的名场面上演了 徐燕石被停职调查 向元怒对李沁亮出自己真实身份 向元带着徐燕石一起出去参加比赛 这件事本身是公司不允许的 毕竟是竞争对手 而向元还是偷偷带着徐燕石去了 本来他们认为没什么大不了的 结果却不曾想在比赛期间 这件事被全公司的人都知道 李沁目前还不知道向元背后的靠山是谁 但是能够轻易就把自己的人给调走 李沁认为必须要调查清楚向元这个关系 他几乎到底是谁才能动手 而徐燕石在公司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所以李沁便把矛头指向了徐燕石 他让李沁收集了徐燕石出去打比赛的记录 然后向公司总部举报 认为徐燕石泄露公司机密 很快公司总部便派人下来 让徐燕石停止调查 当向元看到总部下来的人 在徐燕石办公室里肆意翻东西 并且还打烂了徐燕石的照片 向元顿时就气不打一处来 他知道是有人故意陷害徐燕石 本身向元就是那种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 再加上现在被人欺负的是徐燕石 向元更不可能视若无睹了 但是向元知道这些人是总部派下来的 自己去过问他们也不会买账 于是向元便气冲冲地给爷爷打电话 但是爷爷那边早有准备 因为之前向元爷爷碰到徐燕石 跟向元一起手拉手的时候 他就知道向元跟徐燕石两人的关系了 但是向元也不可能让自己宝贝孙女嫁给徐燕石的 毕竟在他们老一辈的心里 结婚讲究门当户队 向元也担心自己孙女被人利用 说白了就是害怕徐燕石贪图向爷爷的家产 毕竟向爷爷就这一个孙女 而且徐燕石偷偷出去参加比赛 本身就是违反公司规定的 总部有理由怀疑徐燕石泄露公司机密 所以调查他也是理所当然的 而向元自然知道徐燕石并没有泄露公司机密 因为比赛是向元陪着徐燕石一起参加的 向元让爷爷把总部调查的人撤走 向爷爷却说他之所以同意调查停止徐燕石 就是为了让向元离徐燕石远一点 向爷爷也表明自己不同意徐燕石跟向元两人在一起 之后向元找到了李迟跟李庆故意整他的证据 向元当场目对两人 结果李庆跟李迟却嚣张跋扈 表明就是要整他跟徐燕石两人 谁让他们站错了队伍呢 向元一听这话彻底生气了 直接当他们的面给自己爷爷打电话 要求爷爷必须把李庆跟李迟开除 本身向爷爷有顾虑 但是看孙女如此决绝 便同意了向元的要求 李庆这时才知道 原来向元背后的靠山居然是公司董事长 敢轻这整个公司都是人家的 这下李庆开始慌了 便开始对向元说好话 但是向元早就想整治公司这种关系户 也没有手下留情 直接把李庆跟李迟开除了 当徐燕石知道向元的真实身份后 当场就惊呆了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